大家好 这节课呢 咱们来学习HP型里边的Cookie这一部分的知识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过Sessing的一个工作机制了 那么其实对于Cookie来说呢 它的很多地方跟Sessing是完全一样的 事实上他们出自同样的一种 出于保存状态的这么一种考虑 他们的表现形式都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看到过 其实Sessing呢它也是一种文件 文件里边呢保存了一些键和值 Sessing变量和Sessing值对应的 键值对应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Sessing变量 那么Cookie来说呢 其实它也是一种文件的表现形式 只不过呢 同样的它也是一种键值对应的方式 只不过啊 它们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Sessing是保存在服务器端的 而Cookie的话呢是保存在客户端的 应该说啊这是他们唯一重要的区别 那么作为一种状态的保存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状态的保持 通过SessingID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就是在我的客户端 我想要去从客户端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客户端的电脑里边 去存储一些东西 供我下次方便使用的时候 那么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所以Cookie呢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比方说最典型的应用是什么呢 咱们去登录很多网站或者论坛的时候呢 它下面都会有一个选项 是否保存登录信息 比方说我们去访问 A9one当然也有也有这样的功能啊 是否保存这个登录信息 那么php1的这种论坛呢 也同样的有这样的功能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比方说我在登录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选项 Cookie的有效器 是保存一年一个月 一天一个小时 还是说不保存 所谓及时呢就是不保存 那么这个呢就确定了 我们输入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在一个月之内或者一天啊 什么时候 我们再次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都不再需要输入啊 这种场景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那么这样的用户名和密码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存 让我们下一次不再需要输入呢 那它一定是啊 通过Cookie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咱们的用户名或者密码 这种账号信息保存在我们客户端的电脑上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看吧 比方说我现在的就是 admin12356啊 这是我的账号 我呢让它保存一个小时 好登录 好 那么我们现在不退出啊 关闭浏览器 再打开浏览器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默认它是属于登录状态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常见的啊 Cookie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大家想当我再一次打开浏览器的时候 浏览器呢就会把我的这个账号信息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看啊 这里已经是属于登录状态的了 那么呢我不再需要你重新登录了 那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的浏览器第一步就要读取的是我的账号信息 它从哪里读取 很显然 浏览器本身是不可能直接从服务器端读取到这个账号信息的啊 这是不可能的 而本身这些账号信息呢 它也不保存在服务器端 所以这些账号信息 它一定是保存在我本地 那么打开浏览器的时候 浏览器稍待手的去读一下我本地的这个数据 读到了以后呢 它直接再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一看啊 这个账号是属于登录状态的 所以当我们打开的时候 就感受不到这个 还需要我再一次登录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它的这个工作步骤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给它描述的 第一步浏览器读取本地的库克信息 第二步把读取到的库克信息再发送给服务器 第三步服务器呢 验证这个库克信息 第四步响应给客户端 到第五步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当这边我点退出按钮的时候 事实上呢 当我们退出了以后 下一步我们再打开浏览器 那它仍然是处于退出的状态 那事实上当我们一旦选择点击退出 它其实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Session和Cookie的纸全部清空 这样呢 这个状态的保存呢就完全不存在了 服务器不知道我是谁 我呢也没有办法从本地再去读取一些相应的库克信息来获取到一些 像服务器发请求过去 请求服务器的这个登录验证都没有办法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跟这个服务器端呢将开始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一个请求 一个Session ID分配给我 这个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实验啊 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做这个实验之前啊 先了解一下这个Cookie到底保存在什么地方 我们好歹得知道它在我们本地的什么地方保存着 那么我们呢毕竟需要去查看它的一些变化的情况 那么这个目录呢 每种操作系统的版本多少都会有一些察觉 那无论它怎么变 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里边 我们都可以通过浏览器选项 里边有一个 Setting 在这个地方 当然现在的IE7IE8的位置都差不多 IE9IE10啊位置都差不多都在这 Setting底下有一个临时目录的文件夹 那这边呢就会展现给我们 我们可以直接啊查看这个文件夹啊 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夹查看到里边的一些内容 好 不是这啊 这个位置是错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保存在我的这个目录下 我们有file ok啊 找到最后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目录底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图片啊 啊 cookie对吧 啊 这边有个cookie冒号开头的 这就是cookie文件 css文件呢 js呢 一些网站的图标啊 啊 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文件 这里边这些文件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网站的缓存的内容 这些图片文件那都被缓存起来了 当我们下一次在访问的时候呢 浏览器会优先去从我们的这个缓存目录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这个目录底下去寻找 这个文件是否在本地已经存在 如果存在呢 直接从这个缓存目录里边把这个文件读取到浏览器里边啊 不需要呢 再发一次请求给服务器 从服务器那边去获取到这个数据 那这是缓存 那所以我们知道啊 这个cookie文件和这些缓存的文件呢 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底下的 在这儿 那么后边我们主要去关注这些文件的一个变化 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缓同样的啊 这些缓存的文件 它其实就通过这个internet address 就是我们所谓的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url地址 来确定这个资源啊 浏览器来确定这个资源 是否在我的本地缓存里边已经存在 那这是它的一个啊 相当于文件的一个唯一标识符 好 那么现在为了做实验方便 我们呢就把它给清空掉 那一种清空的方式就是直接全选 然后删掉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种清空的方式呢 之前我们用http握起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咱们呢可以直接用http握起的 这个清除缓存和cookie的这么一个功能按键 直接去清除它 啊 这边直接清掉 清除了以后我们来看看啊 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整个文件夹女儿东西呢 就被清除了啊 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htp握起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能够对应上了 其实这个功能 它删除的catch和这个cookie 清楚的就是这个目录底下的所有文件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目录底下 现在就这些文件 那么我们现在呢 用php问的也好 用这个H1也好啊 我们呢都可以来试一下 先从H1开始啊 毕竟这是我们自己可控的系统 这边没 目前没有用户名密码啊 当然没有 因为我们的cookie里边本身也没保存 我现在的话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按保存登录信息 好登录 保存这个勾已经选上了 我们把这个地址先拷费下来 那毫无疑问 它保存在什么地方呢 它一定是保存在这边的cookie文件里边 好我们看到这边唯一有一个cookie 好cookie文件的命名方式啊 也是有有相应的这个规律的 第一个 at前面跟的是我当前这台电脑的一个登录的账号 登录这个windows超车系统的一个账号 at后边呢 跟的是我访问的那个主机 如果是localhost这边就是localhost 如果我们访问的是3w6.百度.com 那这边后边跟的呢 就是百度.com 那跟的是我们的这个主机名 那么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写字板打开一下这个文件 好 这个是记事本打开的啊 所以看到完全是放在一堆不太好 好去查看 我们呢 把它拷贝出来啊 临时先拷贝到桌面上 或者别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先拷贝到这儿就行了 那么用写字板打开 用记事本打开呢 是揉在一团的不太好阅读 咱们呢 用写字板打开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变成一行一行的 非常清晰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啊 全在这儿都啊 明目张胆的保存在这儿了 当然呢 看到这儿呢 大家不得不有一个注意的地方了 我们作为测试人员 看到这些地方 就应该有一种警觉 这是容易出现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不就很容易被泄露了吗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这里边对于Cookie的保存 我们是非常谨慎的 而且最好不要保存明晚 其实保存加密过后的一样的问题 如果是这台电脑 只有我一个人用 保存一下呢 问题倒不大 如果是在那种公用的电脑上 你去把这些东西你都保存了 你如果又没有清除的话 那么别人呢 在去用这台电脑的时候 对于一些无心的人呢 他当然无所谓了 他也不会去关注这里边 你的Cookie保存什么 但是对于一些有心人 他可能去别人的电脑 或者一些公用电脑上 首先他就是去寻找这些蛛丝马迹 看看有没有一些保存的 别人保存下来的一些Cookie 他从里边可以获取到 相应的一些敏感信息 比方说从这个信息里边 我就可以知道 我直接去访问这个网址 然后呢输入这个用户名 输入这个密码 一定可以登录成功 至于登录成功了 里边是什么 那这个呢 暂时不知道 比方说如果你在去访问某一个 什么购物网站或者某一个论坛 或者某一个邮箱 等等啊 一些这种比较存在用户名密码 而且比较敏感 比较重要的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把这个保存了下来 不小心点了个保存登录信息 保存了一个小时也好 一个月也好 只要你保存了 他都会在文件里边生存 那这个时候 当你离开的时候 别人就可以打开来看 那么获取到你的账号信息 这是非常危险 所以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安全性方面问题 先有这个意思 既然我们讲到这儿了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不要直接关闭浏览器 一定要选择按退出或者注销 彻底的把它给清空 比方说我们现在按注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到这个文件来看 清空了 这个文件已经不存在了 这样别人再怎么也找不到任何东西了 所以不知道是否大家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 当你去登录 选择保存登录信的时候 有些系统呢 他会有情地提醒你一下 请不要在公共电脑上使用此功能 或者是呢 在有些一些银行系的银行网站 他会特别提醒你 当你关闭浏览器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请先退出 然后再关闭 他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些提醒 原因呢 也就在这里 因为你如果直接关闭 不直接注销的话 这些信息 那么有可能都直接保存在这台电脑上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同样的 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测的这些系统 也要注意 我们因为Cookie是有我们的服务器端的代码 根据我们相应的业务逻辑和业务需求来生成的 或者说是否需要 或者保存什么样的信息 都可以用我们的代码来定 那么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这本身也是一个测试点 就警方Cookie的泄露 Cookie的安全 这是AgerOne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事实上呢 当我保存了以后 我下一次再打开 先关闭 这样呢 我们在这个目录底下 其实你又可以看到Cookie文件又生成了 我们下一次再打开浏览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自己就保有了用户名或密码 那这两个信息从哪里来 那我就讲 就我们刚才讲的Cookie工作的第一步 它呢就从这个文件里边读取 从这个Cookie文件里边 读取这个内容 它会看什么呢 它会看这个Cookie文件 它的作用于是哪呢 Localhost斜杠 好 那么我们的网站 如果一旦是以Localhost作为主机名访问 那么这里边的Cookie呢 都是适用的 那么这个Cookie读取的 它会按照Cookie的名字 那这边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文件里边 Cookie的名字呢 叫做User Name 密码的叫做Password 这是Cookie的名称 同样的一个网站底下啊 就这个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Cookie的作用域 在这个网站的作用域底下 那么这个Cookie的名称是不允许重复的 那么在这边 我们再把它读取进来啊 浏览器呢 具备读取这个本地Cookie文件的这个能力啊 这是浏览器自身提供的功能 我们呢 去实现的只是它的一个接口而已 好 我们通过H01啊 能够了解到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呢 也特别注意一下啊 关于这个Cookie的 明文泄露的这么一个测试点 每一个系统测试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去关注它 那么我们不妨呢 再来看一看 PHP-Wend啊 这么成熟的论坛系统 它的这个保存登录行许是怎么来完成的 咱们呢 还是继续啊 打开 PHP-Wend 先把这些 已有的缓存文件 先直接清控 好 咱们现在呢 直接 登录PHP-Wend Admin 123456 保存 一天好了 登录 好 登录完了以后 同样的 这些 能够保存登录信息的这些内容 一定也是保存在我们的Cookie文件里边 确认一下 这边有一个Cookie 同样由于我们的网址是Locohost开始的 所以呢 这边的作用语还是Locohost 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拷贝出来 那么 用写字板打开里边的内容 看一看 都保存了些什么东西 93641 LastPost 最后一次访问的位置 应该是首页 保存了这样一个变量 从这个变量名称 我们知道 这个Cookie是在说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PHP-Wend 保存了我们最后一次访问的 这个页面的位置 它可能会用于 当我们在 什么时候关闭这个 在某一个页面关闭的时候 下一次再打开 它会直接回到这个 上一次保存的位置 这边有一些Offset CK-Info等等等等 具体用来干什么 PHP-Wend的指导 对吧 我们不用去关心 当然如果是我们测试的系统 那么就 我们就需要去关心它 每一个字段代表的具体意义了 这里边 我找 我们找了半天 其实你会发现 并没有说有Admin 12356出现 这是什么原因 说明 它虽然其实保存了我们的登录信息 但是它并不是直接以用户名和密码这种 明明白白的这种字段来保存的 那这里边 我们看来看去 看到一个像是加过密的这么一个字幕传 OK 这就是纯粹的凭感觉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正儿八经的东西 它毫无以为跟用户名密码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一串 有点像我们的setting id 一些随机组成的一些字幕传 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用户名和密码加密过后的一些内容 但这个是不是加密过后的内容呢 事实上它不是 这是php1的分配给我们客户端的一个setting id 相当于当我们保存这个登录信息的时候 它只是把我们的这个setting id给保存起来了 当然也不见得非的是setting id 就是反正就是php1的这个服务器分配给我们这台客户端的一个标识符 那么它只需要把这个标识符保存在咱们的客户端上 那当然了这里边某一个下边还有一些数字 某一个数字表示了这个cookie它什么时候过期 那么这个数字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 是从这个unix元年1970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为止 已经这个过去的这个秒数 我们可以看一看是哪应该对应的是哪一个数字 那这个大家下去算一下就好了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是保存的是过去时间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当关闭浏览器以后 我们由于没有清空这些cookie文件 并没有完全的注销 当重新打开的时候 浏览器呢它就会读取我们这个唯一标识符 然后呢再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一看啊 这个唯一标识符 因为在服务器那边不是还有c型文件在维护吗 他一看啊这个标识符呢 它现在其实是已经登录的状态 我就不需要在他登录了OK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可能在我们的服务器端的后台这边对应的一个标识符 这边对应的一个账号的名称 这边对一个账号的ID 这边还对应的一个账号的其他什么什么信息啊 它会维持着这么一个基本的表啊 当我们把这个浏览器读从cookie里边读到这个标识 我并且把它发给服务器以后服务器看啊 这个标识不对的就admin 它现在呢是处于登录的状态 OK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让我们登录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当我们再一次打开 我们再一次打开的时候 就是处于登录的状态 那么因为我们刚才选的是有消息是一个小时 所以这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呢都可以重复的打开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里边看似像是加过密的 但是它有没有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呢 事实上这种加密不加密 但凡是要保存这些cookie信息 保存在客户端都是安全漏洞 你加密了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原文是什么 没关系啊 我就能够想办法获取到你这个加密过后的这个资端 我把它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同样也可以让我登录啊 明文我不需要知道你的用户名或密码具体是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你一旦能够唯一识别我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获取到再发给服务器 举个最简的例子就像我们设计ID一样 我无所谓我是不是一个合法的C型ID 我只要把这个C型ID发给你服务器 服务器呢就认为这个C型ID是合法的 该是登录的状态就是登录的状态 这里边就是我们后边做安全性测试会给大家讲的 Cookie欺骗啊 或者说C型的欺骗 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咱们去办了一个假证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假证 虽然我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这个证件的持有者 但是这个监督者管理者他认不出来呀 因为假证和真正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啊 Cookie欺骗和C型欺骗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原理 所以但凡是要保存这些信息啊 就一定存在安全音化 不管加密还是明文 明文我呢当然更简单粗暴一点了 我直接用过密密码一输就可以了 如果加密的没关系 反正呢 其实这不叫加密啊 我再强谈一下 这就是一个标识符 类似于一个C型ID啊 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 这个长串的这些东西 直接把它发送给服务器 一样的可以达到登录成功的目的 后边的话呢 我们会学习一个工具 叫做FIDER 这是一个HP协议的补货 并且编辑的这么一个工具 我们呢就可以呢 把货 从别人那儿获取到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厂厂的一些支付串 直接 编辑一下 然后再发给服务器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服务器就认为我们是一个合法的用户 并且已经登录的 这个呢 后边我们在用工具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这个演示 总的来说呢 这就是这个Cookie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体现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PGPU的里边点击退出 它也会清掉 咱们这里边的那个 也会清空 OK 好 看到啊 这个文件 咱们呢 重新拷出来 用鞋子板打开 看看师傅还有刚才那一个加密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那个wind的user 那一个字 字段了 因为呢 我们清空了这个保存信息 它已经把这些关键的信息给清掉了 就是这样一个同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 虽然说 H1和PHP的系统 PHPwind的这两套系统呢 完全不一样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这种工作原理 一模一样啊 没有任何区别 大家呢 把这个理解一下 那么 对于Session和Cookie的一个理解 大家还可以继续啊 去找一些别的网站 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 或者是像一些电子商务的一些网站 甚至需要用插件才能登录的一些网站啊 都可以找来看一看 来监控一下 把这些协议里边的一些运行规则呢 再加强一下 好 那么关于Session和Cookie啊 两个啊 很重要的 保存状态的这么两个知识点呢 啊 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后边对于HP协议的学习呢 我们将注重在这个 本身 如何来应用这些协议 来达到一些测试的目的 甚至达到一些 啊 这个攻击系统的目的 当然攻击系统也好 啊 测试也好 我们本质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要看这个系统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一些 呃 bug 或者说这系统能不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那后边呢 我们几节课主要就在 做这些相对实战性和应用性更强的 这样的一些练习 那么 所以练习之前呢 请大家务必把前边讲的几个知识点呢 完全的消化 好 那么咱们这节课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